其实人生,就是一个不断推翻过去,种现认知世界的过程。 走着走着,我忽然明白,很多事情远远没有自己想得那么简单,而我,也远比想象中坚强。 走着走着,我明白了,生活的本质是艰难,而我们都具备闯过一个个难关的能力。 所以,不避光,以前,受点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,巴搭巴搭地掉眼泪,好几天都想不懂为什么偏偏是我一个人难过。 如今,早已看待这些生活中的难,对我而言,这个世间,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,凡事尽力就好。 走着走着,我变得更坚强了,因为知道,最弱没有用,勇敢面对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姿态。 走着走着,我明白了,日久不一定生情,但一定能见人心,又不再多,快在风雨同行。 以前,会很在意朋友的来来去去,如今,早已明白离开的都是风景,留下的才是人生这个道理。 我们一生中,回到无数过客,只有那些陪你走过生活苦难,历尽先凡,依然陪在你身边的人,才是你值得珍惜的人。 走着走着,我明白了,朋友,不是在你得意时卖力跟你说恭喜的人,而是在你吸意时,陪在你身边,跟你说有的人。 走着走着,我更加知道,谁值得我用力珍惜,谁只是利益关系。 走着走着,我明白了,没有谁能像父母一样,永远原谅并包容你。 以前,总会忍不住把最差的情绪带回家给家人,如今,更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刻。 在外受委屈了,难受了,就回家陪爸妈唠唠嗑,听他们讲讲过去有趣的事。 走着走着,我害怕了,怕岁月无情,怕亲人离去,怕没赖得及好好抱人,就和他们永远分别。 于是,更用力珍惜,走着走着,我明白了,生活不仅仅是房子、车子和飘子,还应该有风声雨声和笑声。 走着走着,我明白了,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控,离开一个善爱的人,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。 走着走着,我发现,我变了,变得像是一株常在荒漠的仙人掌,不怕风雨不怕日晒,在难的环境都能自由生长,所有困难都能自己靠。 走着走着,我终于明白,我们都曾向往活成别人的样子。 最后发现人生各有不同,还是要忠于自己,努力将人生精灵成想要的模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